大家好,最近天气太热了,加上我经常吃热气东西,令人有点心浮气躁,夜晚睡得不太好,刚好家里有灯芯草。 大家都知道,灯芯草对清热降火、治疗失眠都有不错的功效, 所以我就用它加上福灵和其他几种材料,煮了一个解法干神又清热除湿的茶饮。 而且我是用我新买的养生茶壶煮这个茶饮的,令到整件事简单了很多。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茶饮的做法,和我的养生茶壶有多方便的话,欢迎你继续看下去。 在看影片之前,希望大家可以订阅《潮妈教主》这个频道,和开启小铃铛,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歌了。 这些就是所需要的材料。 详细的食谱在片尾,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 介绍一下材料先。 今次用的材料全部都是干货。 这些材料都有少少弱用的成份,如果大家不清楚自己可不可以食用饮用这些材料的话, 最好就问回专业的中医师。 第一样是灯芯草。 灯芯草味甘、淡、盛寒。 可以清心降火、利小便。 通常用于心繁失眠、尿小劫痛、口舌山瘡。 灯芯草买回来,通常都是大约十个一寸。 其实白色一条条的,就是灯芯草的心。 内面的就是外面的那层草。 今次还加了福灵,令到灵芯安神的作用更好。 福灵味甘、淡、盛平。 可以灵芯安神、健脾和胃、泥水去湿。 我们常见的福灵通常是一个正方体。 有时都会看到,好像我今次用的福灵卷。 另外还会有一些福灵片。 这些就是白毛巾。 即是平时我们煮足借毛巾水的毛巾曬干而成的。 它眉甘、肾寒,可以清热利尿,凉血止血。 这些就是扁斗衣。 扁斗或者白扁斗,眉甘、肾平、眉温,可以健脾止瀉,消暑化湿。 如果你在家里有白扁斗的话,你用白扁斗也可以。 将这四样东西,灯芯草、福灵、白毛巾。 扁斗衣,用水洗凉三次。 然后浸它15分钟。 因为我的脾胃有时不太好。 所以我就会加上磁实和淮山。 磁实,味甘、劫、姓平,可以抑腎固精,健脾止瀉,除湿止大。 今次我用的是铁棍淮山。 淮山味甘、姓平,可以抑气养阴,保皮、肺、腎固精止大。 将磁实和淮山用水洗净。 浸它30分钟,然后倒走点水。 浸它30分钟。 因为灯芯草和白毛巾都比较寒凉, 所以我会加沉皮来中和一下。 沉皮,微生、苦、性温,可以利气健脾, 测湿化痰。用水洗净,浸软。 如果你是用10年以上的沉皮, 像我这一款,浸软之后就不需要刮落。 保留浸沉皮的水, 一会儿煮茶饮时倒下去就可以了。 另外,想这个茶饮有些甜味, 所以我就加了椰棗。 放入椰棗。 椰棗味甘、性温,可以补中液气, 止咳润肺,化痰平痠。 用水洗净之后,浸它10分钟。 等它软身了些, 就可以把它撕开,去掉核。 可以撕小快些, 这样就更加容易出味。 将所有的材料放在养生茶壶里。 放入椰棗。 加水。 启动笨汤模式。 煮它60分钟就可以了。 这个养生茶壶有几个优点。 第一个优点, 就是壶和发热位是分开的。 可以单独去洗壶。 不怕有些水浅到发热位会坏。 第二个优点, 就是壶是玻璃做的。 可以煮很多茶饮, 甚至可以煮中药。 第三个好处, 就是壶口的位置, 有个好像不受钢的铁丝。 可以隔走里面的渣, 就不需要另外再找个锡去过锡。 最后一个好处, 当然是不需要看火。 只要你不要针得太满。 它不会很容易滚舌。 还有它有几个模式可以去教。 例如花茶模式, 炖汤模式。 不过它也有个小问题, 就是它的盖。 因为它的盖有些胶边。 如果不是拍片的话, 我通常就不会用这个盖。 我用一个之前买的油池, 不受钢的。 就有个木柄。 这个养生茶壶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茶饮都差不多时间可以喝了。 这个茶饮可以去湿, 又可以解放安神清热。 如果你想再增加多些它解暑的功效, 可以加芦根和荷叶。 这个茶饮里面有灯芯草。 灯芯草都比较寒。 皮质比较, 虚寒或者饮腐, 就不适宜饮用了。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, 欢迎大家按赞, 留言和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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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, 请不吝点赞,